为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如期通水 水质净化问题必须提前几个月解决 尽管之前政府和渔民们曾有过约定 一旦通水 网箱要全部拆除 可是网箱取缔后 渔民们的损失以及将来的生活出路 这些都是让当地政府头疼的问题 请您继续关注南水北调水上拆迁几事 中办国办近日派出督察组 在16个省份对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督察 惠民举措能否落到实处成为本次督察的重点 督察组发现同为西部省份的贵州和甘肃 都将扶贫开发列为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 贵州通过推进结队帮扶 产业帮扶 教育培训等 6个道村道户精准扶贫 在2014年国家下达减贫100万人的基础上 再减贫50万人 2014年国家下达给贵州的40多万套保障房 已全部开工建设 甘肃省把扶贫搬迁和富民产业相结合 在五威市西径乡 下山入川移民搬迁工程 帮助4万多农民告别深山 政府还发展设施农业建设温室大棚 人们再也不用靠天吃饭 2014年内蒙古全面实施农村牧区微房改造 安全饮水 村村通电等10个全覆盖工程 计划三年投资560亿元 在赤丰市南荒村 昔日破旧脏乱的村子 如今变得干净整洁 设施齐全 目前内蒙古80%的村庄实现了全覆盖 养老服务欢呼民生冷暖 山西太原为社区老人开通15分钟便民服务热线 向家政服务 医疗陪护等都可以提供 预计到2015年底 太原市养老服务网络将基本覆盖100%的城市社区 和50%以上的农村社区 在青海三江原地区 生态治理是本次督查的重点内容 当地通过重点区域工程建设 制度改革等手段 加强环境保护 在海南州佟德县赛龙社区 政府利用三江原建设养需项目基金 为搬离草场定居到这里的80多户农牧民 办起了牛羊繁殖育肥厂 2014年预计收入46万多元